在 2002 年 發生在臺中豐原 KTV 的槍擊案 因為警員禁區攻堅 結果不幸罹難 結果當時在現場的曾信澤 就這樣被法院以他的自白判處死刑定驗 十一年來 曾信澤被關在看守所裡 面對即將執行的死刑 但是他依舊樂觀 在今年四月 我和世界反死刑聯盟去探望他 見到他 他樂觀的態度 雖然他知道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 就不是他做的 但是面對確定的判決 他依然樂觀 依然覺得上天總會還給他公道 在 2002 年的時候 這樣一件重大的槍擊案 竟然沒有現場的重建 也沒有指紋的鑑定 同時更沒有專業的法醫鑑定 全品的就只是一個自白 那從卷證的資料裡面顯示 當時有見識人員在錄影 所以我們要求警政署 把這些錄影的資料拿出來 但是警政署回聞說 當時只有照相沒有錄影 但是我們從照片上明明看的是有一個人錄影 所以警政署又在回覆 那個人雖然帶著攝影機要去錄影 但是因為當時見識人員不足 所以讓他去做其他的收證工作 這樣只是符合警察到現場的一個收證的 作業流程嗎 所以在去年我們要求在司法委員會 要警政署做專案報告的時候 我們問警政署署長請問 這樣一個重大的槍擊案 要不要全程錄影 警政署署長說 當然要全程錄影 既然卷證資料裡面有人拿著攝影機 而且依照作業規則 你就是要錄影 為什麼你這錄影的錄影帶不見了 為什麼在所有的這些重大的案件 包括洪仲秋的案子 重要的關鍵時刻就會變成不見 是黑影像 現在鄭信哲的案子 會變成沒有錄影的錄影帶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求警政署要好好的去查 如果有錄影帶 把錄影帶交出來 如果沒有錄影 要去追究當時見識人員為何沒有錄影 所以這樣的一個事件 我們要求的 其實讓所有的證據去說話 我們不要去冤枉任何一個人 所以鄭信哲他所評的證據是有問題的 因此讓我們大家一起來聲援鄭信哲 就如唐他所說的 我是鄭信哲 我無罪 請大家支援我 真相未明重啟調查 給鄭信哲一個重新審判的機會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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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會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